今天是台股的黑色星期一 败给了众神们 众神哪哪没来不比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是股神巴菲特 旗下公司波克夏海瑟威 在5月2号我们休廉价的时候 公布了上一季的财报 同时召开了股东大会 这个财报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上一季竞损达到了497.5亿美元 那在这个部分是已经股票出托认赔的部分 其中最大一笔他自己讲了 已经任赔出清持有的 美国四大航空的股票 那么另外手上的持有的这些账面损失 更是高达了545.2亿美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看这边已经出托了 所有的美国四大航空的股票 满手现金部位将近1400亿美元 满手前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投资人在问2008年 你不是善于抄底的吗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去抄底 不去加码呢 他又说了 美国的魔法总能战胜一切 相信这一次也是如此 那请问一下 这笔钱你要不要加码股市 你也没有啊 到底看多还是看空 我们实在看没有 再来看看众神门的 另外一位是库克 苹果的第二季营收 583亿美元 其实还不错 年增1% 上半年的iPhone销售额 也年成长了2.3% 连二好的情况之下 库克居然不提供第三季的财测 为什么呢 是看到了什么窟窿吗 他说短期之内 因为不确定性 难以看到60天的前景 因此并不提供财测 这是库克 另外看到是Amazon Amazon一直都是 在节目当中 穆华哥也告诉我们 你要观察美股的先行指标 就看这档股票 它受到了疫情相关支出的影响 Q2居然说 Q2这一季的所有获利 都将耗尽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 一个震撼弹下去的 为什么 你去看到Q1成绩 其实还可以 营收要升的26% 创下了历史新高 虽然多中有空 为什么 难道Q的获利 年间的29%将近三成 剩下只有25亿美元 但就算是这样 你当老实数吗 你就想说Q2的所有获利 都将耗尽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神是谁 马斯克 最大嘴巴的这个神 马斯克一直以来 也都是支撑美股的 另外一颗引擎 来看到 他居然讲出了 特斯拉的股价 他觉得太高了 就我个人来讲 短短7个字 特斯拉的市值 蒸发了140亿美元 莫娃哥 礼拜一 我们来看美股 看台股 到底谁是老实数 谁是暗夜吹口哨 就是台湾五一廉价的时候 美国真的可以讲说是利空造底 首先 今天亚古最后两张王牌 就是苹果跟亚马逊的财报 居然王牌变鬼牌了 王牌变鬼牌 对啊 所以造成今天台股的直接的重挫 你知道重挫到什么样程度吗 期货一开盘 居然大跌了470点 天啊 好可怕的一个下杀的力道 台子期一开盘 居然跌了快500点 把大家都吓傻了 怎么会跌得这么严重 可见这个期货市场 这种避险的卖盘 非常的非常的紧张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台股今天收得大跌 其实自然也是反映 国际股市的一个颓势 好 不过 其实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说 后面我们要怎么观看 以及我们该怎么应对 首先来看到 整个美国股市本来4月份 涨得好好 辉煌4月 就像你知道整个4月份 如果你可以看S&P500指数 它全月 它是涨了12.7% 这是史上第三大 美国股市 S&P500指数的单月涨幅 也是4月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个涨幅记录 你可以看到 这个辉煌的4月 结果就在我们五一年价 它居然出现了连两跌 你刚才讲一句话 我觉得就很中人家的心 涨得好好的 你没事来个乱流 是怎样 我赚好离手了吗 没有错 你还记得吗 我们讲说上个礼拜 美国股市走势很漂亮 为什么 因为它突破了一个平台整理区 还记得吗 有 突破了这个平台整理区 结果没有想到 连续两天的大跌 居然又跌回了这个整理区间了 所以说大家感觉起来 好像后事有点不妙了 毕竟 我们一再强调 这个200日均线 还是真的是一条多空分界线 来到这个地方 真的多头得步步为因 尤其是美国股市向来有一个谚语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五穷六拳开始了 对啊 五月份 第一个交易日 就大跌 Sell in May 就五月卖股离场了 所以说这个魔咒是不是又来 又使得大家紧张 还有一个利空 就你看 美国才刚刚疫情好一点了 对不对 结果白宫居然要对中国大陆算账了 库德如果说什么 中国将对冠状病毒来负责 而且国务卿蓬佩奥讲说 大量的证据指出 这个病毒是来自于这个实验室 我觉得这个甩锅大战还有的演 还有的演 所以市场又很紧张 说川普是不是重新要扮演 川普投顾了 要对中国大陆开刀了 要算账了 是不是又影响股市了 而且你最狠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我有证据 可是我证据死不拿出来 然后大家就在瞎猜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一直被凌迟 对啊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股市的 一个不确定因素 同时你可以看到 美国其实现在目前经济 逐渐要开放 对不对 但是居然死亡的人数在攀升 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开放 对疫情来讲 它其实还是一个 不确定跟挑战 所以利空蛮多的 最后一个很大的利空 就是两张王牌垮了 我们讲苹果 你可以看到收盘跌了1.6% 这还算跌幅相对小 而且苹果还没有破线 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月季线在这边 但是亚马逊一跌就不得了了 7.6% 亚马逊是直接破了 这个平台的整理区 前一个交易率还创历史新高了 2475 居然是大跌了多少 大跌了187块美金 你可以看到这个跌幅 跟这个损失的金额有多大 最主要是什么 贝佐斯刚刚讲那些话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疫情还真的是对 美国的这个科技股造成了蛮大的影响 所以说对行情又开始 相对又保守了 那以及就在礼拜六 美国的周六 波克夏海瑟威开了第一次 他们的线上法说会 线上的股东大会 你知道他们原本 在这个他们的股东大会 都是几万人来参加 几万人包了一个大体育场 就这一次你看 有没有一点像那个 我不敢想什么堂 你是一直要三鞠躬的概念是不是 你不觉得吗 暗夜当中的一盏蓝蓝的 幽幽的光 你不觉得吗 这张照片有一点像什么堂吗 对 我在看到这个 我有点毛骨悚然 然后呢 诺大的体育场在直播 整个五个半钟头 就这两位 一个呢 就是巴菲特老爷爷 他今年几岁了 他今年90岁 原本你知道他以前都是 旁边有一个人叫芒格 他的partner96岁 这次也没出席了 两个爷爷 两个爷爷 然后他又讲说没芒格 感觉股东会不像股东会 变位了走位了股东会 然后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出来了 这个人就被想成是巴菲特接班的 这个阿贝尔 阿贝尔现在是普克夏的副董事长 所以说呢 代表什么 联颇是不是真的老矣了 巴菲特是不是真的要交班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阿贝尔 这个本尊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气氛就不对了嘛 而且呢 在整个五个半钟头里面呢 巴菲特的话可以讲说是 颠颠倒倒 倒倒颠颠 一下说 你不要去放空美国 另外一下说 你们不知道疫情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又说什么 他又说呢 这个 现在我们也没抄底 大家想说 那你不要放空美国 那你又不买股票 那你到底为什么 大家很多疑问 结果呢 他就宣布了什么呢 结果一宣布 整个第一季 波克夏海瑟威 居然是拒亏了将近500亿美金 而且股票的损失高达将近550亿美金 换言之 他还好有一点点60几亿的美金的营业利润 不然的话 那真的是亏得更惨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财报一公布出来 也把大家吓到了 而且呢 告诉你 他现在目前手上的现金部位 将近1400亿美金 哇 镜像你可以看到 那巴菲特一直搞现金 在那边堆叠干嘛 所以你看 你看到股东大会来讲一句话 我们常常讲就是 他看美股未来 他是短空长多 如果你看是长多 一定会战胜 美国有magic 你为什么买手现金 你不去抄底呢 对啊 就是说他做的 跟他的讲的不一样 大家都觉得很大的疑问 那你到底讲的是真的 还是你做的是真的 那当然是你做的是真的 代表他现在目前呢 还是按兵不动的状况 代表巴菲特认为 后面可能还有低点嘛 再加上美国股市 弹上来30% 这个美国联准会 大量的救市 而使得巴菲特 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进场 去买股票 抄底 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 波克夏海瑟威的 这个A股的价格 今年以来跌了将近两成 可是大盘跌多少 大盘才跌十几% 以S&P500指数来讲 跌13% 所以相对 波克夏海瑟威的 这个股价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他们公司 整个操作是不如市场预期 那波克夏海瑟威就说 众神美保佑 众神的发言 造成的美股 上个星期五 也大跌了600多点 那利空上消耗殆尽了吗 没有啊 今天晚上恐怕还是一劫 尤其是美国四大航空股 这四大航空股呢 就是Delta 就是这个美国航空 然后呢 联合航空跟西南航空 这是所谓的 美国最大的四家航空公司 你知道巴菲特 居然告诉大家 我不但没有去摊平这些股票 我把这些公司的股票 全部卖光了 震撼啊 我没有讲说 这两个字 真的就是所谓的震撼 大家想说 怎么有可能 巴菲特居然去把 四大航空股票卖光 你要知道巴菲特 他其实最爱航空公司 他曾经还自己想要 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结果居然把Delta 把这个美国航空 把联合航空跟西南航空的股票 全部卖光 怪不得你可以看到 这些股票为什么弹不上来 躺在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巴爷爷 卖了70亿美金 全部清仓 一张股票都不留 所以你可以看到 S&P500指数破线 然后费城半逃底指数 现在目前也领先破线 费半还跌了5%多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台股的 台积电跌这么重 主要也是反映这个因素 但是大家还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要去问说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些 可以去观察 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相对有基本面 甚至有技术面的一个投资标准 比较耐震的 对 好 那最后我要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你要知道说 今天台股盘面虽然跌了快300点 但是某些股票 它可以逆势收涨 甚至不跌或是小跌 只有不到1%的一个幅度 我觉得你可以注意 比如说像CCL 我们讲这个铜箔基板 有三家公司 各位可以看到像 腾辉 联帽跟台药 三月营收 联媒的改写历史新高 请问郡相那有没有基本面 如果没有基本面 营收怎么可能创历史新高 那有没有技术面 各位可以看到联帽 今天相对弱 可是你可以看到像腾辉 像是台药 他们今天的K线是收红的 而且是守在所有均线之上 今天这两档股票跌幅都不到1% 只有联帽相对跌得比较重 超过3% 所以我觉得现在 就是谨慎选股了 并不是代表说 所有股票一定都会大跌 也不是说盘势会崩跌到什么程度 相对美股弱势没有错 但相对而言 台股今天的跌幅 大概是美股这几天 回档的差不多一半 所以相对台股还算比较强一点 那我们就要在台股中 找出来这种基本面跟技术面 相对有比大盘强的 我相信你在谨慎选股下面 你还是可以确保 你一定的资金的一个安稳性 日本怎么会成了后疫情的悲惨事件 明君今天晚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知道北海道 这个是2月份 我们看全世界说 防疫防最好的就这个地方 那个知识大家都按赞的 没有想到爆发了二次感染 拖累了日本的疫情 在这个全世界各地 陆续解封的状况之下 我们知道法国解封了 德国快解封 意大利也解封了 但亚洲的日本居然没有解封 还要延长这个紧急状态 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宣布 本来是5月6号日本要解封 结果觉得 这疫情可能还是蛮严峻的 不能够太快的解封 就发疫情再度爆发 因此他宣布说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 没有趋缓的状态之下 全国的紧急状态会延长到 5月31号 也就是这个月底 哇 这个延长一个月时间不得了 因为经济学家都来跳脚了 怎么讲呢 有经济学家就估算了 本来如果说日本解封日 是在5月6号的话 整体的GDP会下降 1.6%的幅度左右 那现在要把这个解封日 延到5月31号 这GDP可能又要再降1.5% 算一算了哦 这一次的疫情 这个日本宣布紧急状态以来 整体的消费力往下降 会导致日本的GDP 今年会达到负的6.3% 这什么概念呢 是回到了2009年金融海啸 当时的这么惨的水准 日本今年要再次的重现 那我们说到为什么 日本的安倍晋三会宣布 把这个紧急状态的事件 延长到5月底 可能跟一个地方的疫情有关系 那就是俊昌哥 你刚提到的北海道 我们这些北海道1月份 爆发疫情之后 当时的北海道的支持 跳出来说我来负全责 赶紧说中小学全部停课 率先进入紧急状态 也蛮好的 就在这个知识的 这个断式转晚之下 把整体的日本北海道 疫情给安抚下来了 所以在日本北海道 在1月爆发疫情之后 3月19号是宣布解封 可殊不知还解封个没几天 进入4月份 日本有了春假之后 北海道又再度爆发了 第二波的疫情 传说光是4月30号这一天 就单日的确诊人数 就往上来飙新高 目前的北海道的确诊人数 又来到了300人以上 所以不得已在4月12号的这一天 要二度的宣布 北海道进入紧急状态 截至5月1号为止 刚才说到了 北海道的确诊人数 就达到了790个人 等于说呢 这疫情又有 网上升温的迹象 好 这个北海道二度沦陷 有没有可能会让这个政治明星 跌落神坛呢 就这一位画面上的这个 北海道知识林木之道 我们讲一下他好了 他呢应该说是这一次的 疫情当中呢 备受网友按赞好感度最高的 这个政治明星 他呢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就在日本的北海道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 就说日本的这个中小学呐 宣布就是不要上课 也率先进入紧急状态 让这个 因为他说还要负全责 说到网友呢 都对他有非常的好感 可是呢我们就在他呢 这个好感度维持的状态之下呢 现在北海道二度沦陷 可能会让他呢 现在的这个政治的光环 有一点暗淡 他也说了现在的疫情呢 依然很严峻 4月30号呼吁民众要在黄金周 廉价期间自速减少外出 我们讲到这个人呢 他过去真的是一个 蛮神奇的一个人物 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 在一个类似像日本的 健保署的地方工作 之后呢 他就被派到北海道去上班 细章市 为什么 因为细章市呢 当时面临破产命运 他去了第一年之后呢 就爱上了细章市这个地方 就决定留下来 后来呢也竞选市长 那竞选市长之后呢 他对细章市呢 就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第一个是 我们叫细章最有名的是哈密瓜 诶 种出这么多好吃哈密瓜的地方 居然还会破产 为什么呢 就卖不出去嘛 所以呢 他呢 就第一个 他呢就带了50颗的细章哈密瓜 到卡达去 三天零夜的行程 你可以想到 飞过去飞回来 等于是没有休息 花了30万日币 他全部自己买单 那这个哈密瓜呢 是农民是自愿捐出的嘛 所以等于说呢 他花了零元 市政府没有花一毛钱 就把这个细章哈密瓜 成功的推广到 亚洲以外的国家 另外呢 他为了要推广这个哈密瓜 他也在推特上面呢 就是宣传说 他用这个哈密瓜 做的名片夾啦 就造型很可爱 一天之内就卖光 所以当我们想到说 日本的哈密瓜 怎么可以卖得跟宝石 珠宝一样贵 他是一个重要的推手 而且呢 他为了要挽救西章的财政 他决定自检年薪 只有拿三成 比这个台湾的乡涨还要低 也因此让他去年 成功的当选了北海道的知识 不过现在北海道 爆出了二度沦陷 这位政治明星的未来路途 可能会有一点点 要稍微看绿了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一支新冠肺炎的病毒 到底打趴日本经济 严重到什么程度 说数据可能大家觉得很有距离 我们进入一个一个故事 一条一条的生命历程来看 先讲这个奥运明星好了 他呢叫做三翟亮 他过去呢 其实不算是很有名 他是呢 这个日本奥运的这个代表队 不是只有代表出赛 还有拿过银牌的 他是一个这个极箭的选手 然后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这一波我们知道 东京奥运延期了嘛 延期之后呢 很多的运动品牌呢 就被迫只好要停止赞助明星 那少了赞助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 他这一四年来 为了奥运的训练 花了很多的训练费用 所以他还欠训练费用 67万日元 那在没有收入 然后还欠款的状况之下 他怎么办呢 他上个月底就在推特上面说 他要去打工了 做什么 他去到Uber East的外送员 银牌的奥运选手 去到Uber East的外送员 那他呢 第一天的上路 就骑了脚踏车 还不是骑摩托车 对 他说呢 反正骑脚踏车 还可以顺练 锻炼一下体能 OK啦 就跑了八趟 一天跑八趟 只赚了 多少钱 大概一千多块台币 那民众就认出他 他说 你不是那个奥运选手三载量吗 他说 对 我就是本人 民众还吓了一大跳 怎么连奥运选手都要来打工 不过他也讲了 就算打工也飞水车薪了 因为他欠的费用很多 外加还要训练 可能这短时间 对他的财务状况 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疏解 对这个奥运的银牌选手来讲 这是双重的打击 我今天情绪经历 就等着今年的暑假 结果延期 结果延了一年 一年之后还不一定办得成 我们在这边先讲 结果怎么办呢 柴火都烧光了 只好打工啦 好 那这个是他需要别人纾困 那这个艺人大亨呢 他不是要接受纾困 他说纾困别人 纾困对象的还是同时演艺人物 这个松本人质 我们讲一下他的来头 真的是日本那种搞笑 邪心界的一哥 他从90年代开始 就高居日本高收入的明星前几名 他的年收入有高达3亿台币之多 光那个推特人数 根据统计到5月为止 是达到751万人 代表他的这个社群的号召能力 非常的大 那他向来也是以照顾后辈著称的 他最近就有一个计划 他说好笑的家伙必须留下来 他也发现公司很多后辈 真的是因为疫情关系 根本存活不下去了啦 所以他决定说要对后生晚辈 提供没有利息的资金借贷 你每个人可以跟他借10万日元 大概台币2.7万 这句话很有意思 好笑的家伙你必须留下来 就是说搞笑艺人有大人有小人 有前辈有后进 后进这通告特别少 日子活不下去怎么办 我不能让你的浑身搞笑的西方 没地方发挥 我纾困你 我资助你 对 虽然一个人可以带10万日元起跳 最多可以带100万日元 而且分5年偿还 不用例行 不用抵押品 我们算一算 他隶属几本新业旗下 几本新业是日本最大的一个 搞笑艺人经纪公司 有6千个艺人 跟他熟的有1千个艺人 全部跟他借钱的话 算一算他要花10亿日元 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都没 但是他还是愿意做 就是为了帮日本的搞笑艺人 找出一条生路 你看到这两个实际的例子 连奥运银牌 连艺能界 都在喝西北风的情况之下 那我一般店头在做小生意的 这些日本商家跟店家 那个七七惨惨 惨惨七七的状况 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 我们想到去年 日本最红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去年啊 超夯 每个人都要喝 珍珠奶茶 结果现在连珍珠奶茶 都受到疫情影响遭殃了 很严重吗 对 珍珠奶茶可以说 是衡量日本可能一个 虽然是另类的经济指标 因为日本人很夯嘛 那不只是台湾的很多业者去开 就连日本的黑道 都抢着来开珍珠奶茶 可是一株病毒也打趴日本经济 连黑帮卖的珍奶也倒闭吗 为什么呢 我们讲到日本的黑帮 过去有18万人之多 但随着可能日本的这个 整体的社会进入的关系 日本的黑帮人数变少 生存空间也被挤压 那怎么办呢 就要想办法做一些正当生意来赚钱 他们就想到做珍珠奶茶来赚钱 看一下这日本的推特 日本的就是比较流行的关键字 这意思就是说 黑道的资金源就是卖珍珠奶茶 那为什么要卖珍珠奶茶 因为好赚 然后日本曾经有黑道大哥讲说 没有比这更容易开始的生意了 不需要技术 也不需要太大成本 5平方公尺 大概1.6平的一个小店面 就可以两个人 两个黑道小弟 去开一个珍珠奶茶店 多好赚 日本人就知道 第一做兵 第二做医生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当我卖一杯一杯的珍奶 比收保护费还好赚的时候 日本的黑道开始 把持这些珍奶店了 那到底有多好赚呢 就有这个批发商讲说 日本的珍奶 真的一杯 我买过 在日本买一杯 可能要100多块台币起跳 可是成本非常低 因为他们都是跟大陆很多盘商 跟台湾的盘商拿 他说如果你做比较高端的产品 一杯大概1.5块左右 这是人民币的部分 也是很便宜 然后中间大概是1.2块到1.3块 最便宜的才1块钱 连杯子都算了 而且一袋3块钱的珍珠 你可以供30杯的奶茶使用 一瓶12块的椰果 也可以供至少100杯的奶茶使用 黑帮成员说 太好赚了 没有看过这么 钱来得如此快的生意 可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现在连珍珠奶茶都要叫鼓连天 可能做不下去 就是网络上就分享说 现在日本的珍珠奶茶 也开始要来转型 为什么呢 要编卖口罩 因为卖口罩才有办法拉拢生意 什么意思 卖口罩跟珍奶 没有关系 因为日本欠口罩 大家想要口罩 但是日本人其实防疫观念不是很高 都用那种戴那种花粉型的口罩 所以台湾就有网友发现说 有一家日本的珍奶店 比如说Mask贩卖中 就是我卖珍奶还有卖口罩 他说这个口罩还是从大陆的工厂拿来 是医疗级的口罩 大概一个要卖台币 大概20块钱左右 后疫情时代 我们大家都关心全球经济 是不是真的雨过之后 要迎来天青了呢 是不是真的复苏 希望油然而生 也的确是 来看到昨天晚上 真的是油门吹紧绷 因为受到了防疫封锁的措施 逐步的来缓解解禁 随着需求的回升 WTI的原油连舞扬 昨天来看看就这一根 昨天一口气大涨了20% 真是激励了美股的表现 同一个时间川普总统A市快工 他发言了 他说考虑在下一轮刺激经济的计划当中 要纳入一系列对企业 对投资者的减税措施 好了 两大利多如此激励之下 难怪看到昨天美股 道琼一开盘之后 高歌猛进 开盘上涨了将近300点 但后来这发生什么事了 到了尾盘怎么杀下来的呢 原来有一只乌鸦 凌空悲鸣了 这个乌鸦是谁呢 FED的副主席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的确处于 经济非常非常非常艰困的时期 讲了三个非常 是有多艰困 他说美国经济也许 还需要更多政府的支持 莫娃哥 我们来看看 有啊 政府很大方 又要来减税了 又砸钱来纾困了 我们可以说 最糟糕的时间已经过了吗 好 那当然他讲了三个非常 这代表什么 因为很重要 所以要讲三变 对 那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主要是要提醒大家 也不要过度乐观了 虽然说油价 连续五个交易日扬升 但也不代表就此经济就完全 这个所谓的 这个复苏跟好转 因为毕竟 美国马上要面临到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重要的考验 那我们来看到 后面美国马上要面临 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考验 就这个礼拜 有两大重要的经济数据即将公布 一个就是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每个礼拜四 就像你知道过去六周 总共已经三千万人 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 远远超过台湾总人口数 太可怕了 三十万人 所以说先 三千万人 对 三千万人 过去六周三千万人 申请失业救济金 对 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 那马上要公布了所谓 那方配偶就非农业就业数据 还记得吗 上个月失业率攀升到4.4 这一次预估直接攀升到20% 4.4直接飙到20% 也就是说在这个礼拜五台湾晚上的时间 美国会公布这个数字 这个当方非农业就业数据 会较先前的失业人数 扩增70倍之多 那美国经济挑战才大 对 所以说后面还是有 这个就业海啸的一个问题 失业的问题 要考验美国经济 所以为什么克拉里要泼盆人水 主要原因在这边 尤其是最近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弹气势 非常的强 你可以看到虽然说 进入到五月 四月底 五月的时候 指数已经开始出现了 打摆子的状况 也就是说 开始出现拉回 但是也有上涨 这个涨跌不一一的状况 它有点在扑服前进的味道 但是基本上 它还是维持一个 多头上升的一个格局 没有改变 而且是突破了 季线的一个反压 但市场是不是太过热观 克拉里适时的泼一盆人水 我觉得这其实对市场 长期的发展是好的 那当回到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 昨天傍晚 上营举行的法说会 公布出来这个数字 非常的震撼 上营是一家这么好的公司 大家都知道 它是全世界做滚珠螺管 线性滑轨 做这个工具机相关的零组件 做的是No.1的 就是龙头中的龙头的公司 居然出现了 今年第一季亏损4.2 0.12元这个EPS的状况 而且是11年来首度亏损 好了 那大家都预估说 今天一开盘 上营的股价应该难看了吧 结果 上营今天逆势涨身 这个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市场是认为 它最坏的情况就是第一季了 这个所以上营是一个晴雨表 最糟的情况过了 这个就反映了就是说 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情绪 虽然说它出现11年来 首次的单季亏损 但是今年的股价 却是往上走的 所以我们刚从美股一路看回来台股 木浩哥给我们带来一个情绪 就是乐观期待 但不能失去谨慎的分寸 没有错 那回到台北股市 除了这个最近在公布4月营收 大家非常瞩目以外 另外就是关注什么 最近开始要股东会热计 董监改选 董监改选股东会热计 我不知道镜像 你有没有收到股东会通知单 我是收到一大碟通知单 但是今年很多股东会的通知单 上面都有一个大大的字 今年述不发股东会纪念品 因为今年景气不好 大家就审发了 而且今年因为防疫的需求 在今晚会的指导之下 有很多的防疫的指引 在今年股东会要实施 也不允许你去人挤人 社交距离怎么办 所以今年的股东会 会是另外一番 有别于往年的场景 我们看到往年的股东会 人山人海有没有 尤其是一些有这个 所谓董监改选题材 进行全资争的公司 大家都挤到现场 甚至会有小股东去闹场 或是说小股东要去对 这个静音方提问 都有 所以说今年不一样 因为疫情的关系 虽然我们现在零确诊 但是防疫指引 在经管会的要求之下 还是下来 今年股东会的人潮 我个人认为是不在了 因为已经开过股东会的公司 已经不少了 事实上都没有超过100个人了 大概都十几个人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 你可以看到 今年股东会其实 除了防疫指引之外 各家公司也是齐早百出 比如说有改在户外召开的 那也有室内我们要采取梅花座 这个是防疫指引 那另外你进场要量额温 所以你还要戴口罩才能 才可以进场 那现场还配置救护车 之前说要配置发烧专区 后来这个发烧专区改掉了 就是说你温度超过一定的标准 你就不能进会场 那我觉得这比发烧专区来得好 因为发烧专区 你在那边隔开 大家还是会怕嘛 对不对 那另外今年不发这个纪念品 而且很重要 在防疫指引之下 今年很特殊 你的纪念品不在现场发放 我跟你讲这招最有用 你怕人挤人 你这一招下去的话 前面都不用担心了 根本少一半人了 没错 尤其是这个纪念品 很多人都是冲着纪念品 去参加股东会对不对 那今年你在别的地方拿纪念品 别到现场来 这样子就减少人潮了 还有一个其实行之有年 今年大力推广 就是请股东们 上网去电子投票了 也就是说你要行使股东权益 不用到现场了 不用到这个地方厮杀了 你直接轻轻松冷气房 在那边按滑鼠就可以了 没错 就是你在任何的时间环境下 你只要有这个电脑或手机 你都可以行使你的股东权益 所以董监改选 股东会的战场变成 无声的厮杀了 没错 由这个实体改成虚拟 变成电子的一个 一化的一个作业 同时很多公司会选择在 这个超级股东会 这个超级股东会日 举行股东会 这样大家强奔 你就不能一次跑两家公司 对不对 这样也可以减少人潮 好 那我们来看到 今年股东会 还是有些公司发纪念品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领好领满 但我们要跟大家讲说 你要怎么样才能领到纪念品 对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是最后莫帆车要搭上去 可是你不要连莫帆车都没搭上 没错 这个股东会 我们看到在这个召开日 之前的60天 是所谓的股票最后过户 要完成过户 没错 但是你要记得 你在最后过户日有股票 不见得能参加股东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T加2两天交跟 所以你要在最后买进日 有这个股票 也就是说你要在前两个交易日 拥有这个股票 那你当然就是可以参加股东会 然后同时领到这个纪念品 那另外大家又说 那我有一股的领股 我是不是可以这个领取纪念品 那我要告诉大家 不论股数多少 你都可以领取 但是有部分公司 就要说一张股票以上 才会寄这个股东会的通知单 所以说如果你是领股 你自己要打电话去申请补单 这个是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告诉各位 那西津的纪念品到底有什么 首推王品 金像你知道吗 好实在 只要有一股 王品只要有一股 真的一股就有一张 没错 你就吃一颗牛排 这个一条牛股只有六块的 非常的实际 那听说这个消息一出来 隔天王品的股价就 撑到涨平板 大家都撑进 这个叫做蚂蚁雄兵 就把王品撑到涨平板 那这一些给大家参考 就是各家公司 这个奇遭百出 各种纪念品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最近是不是有很多 经营权大战的新闻 这个才是比较严肃的 没错 比如说这个大同经营权之争 对不对 另外呢 太风 南港准备介入 最近太风的股价也很飙 还有另外一家 友训 这个老牌的公司 卡到加世达 卡到明泰 又卡到这个公司派 跟市场派 大家斗得非常的凶 所以说呢 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些公司的股价呢 他们就出现了 很明显的一个走势的情况 买买买 准备提枪快跑前进 对 但是不是叫大家 要去参与这场这个热潮 我是说那些 有意抢进的那些市场派 那当然就是大家见仁见智 你觉得好 你觉得不好 每天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是这个董监改选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戏 在股东会上面 但刚刚你刚提到了一件事 就是我如果不要挤到 股东大会去跟你 真的是摩肩插种的厮杀的话 你说现在越来越一化 已经可以提前部署到 我在冷气房里就可以参与 这样的一个改选 要进行执行我股东的权利吗 没错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大家 一定要利用三个一化的管道 可以行使你股东权益 而不需要挤到会场去 哪三个管道呢 第一个 大家可以上网去download 吉保的所谓一存折APP 你上网去打吉保一存折 这个一是ABCD的一小写 你就可以download这个APP 这是一个管道可以行使 你是电子投票权 另外或是我们一般券商 我们不都是有下单软体吗 在那个下单软体上面 也有一个icon 是可以行使这个电子投票权的 这两个是用手机的方不方便 方便 对 好 假设说你不习惯用手机 你还可以用这个PC Notebook 你可以选什么呢 股东一票通这个网站 大家看我把这个网站页面列下来了 这个股东一票通 就是所谓的股东会电子投票专用的平台 所以说这个就是相对 你可以在PC Notebook上面来实作的 就是这个电子投票 那股东一票通 你需要有自然人凭证 或是券商网路下单凭证 或是说网路银行的凭证 任一种 所以三种凭证 其中一个凭证 你就可以行使你这个电子投票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股东 这个电子投票专期 在这个股东一票通 这个网站上面 他把所有的相关的 你所需要知道的资讯 全部都非常清楚的 如列在上面 就像刚俊相所讲的 你吃饭也可以投票 你敷补链也可以投票 用手机 你网购的时候也顺便投票 所以你看吉保现在开发出来 这样的一个软体 让你在mobile 或让你在桌上的电脑 这方便得很 对 所以吉保公司还蛮贴心的 然后让大家可以 不用到实体到现场去 尤其是现在防疫 你过去没有疫情的时候 大家去凑个热闹 挤一挤没问题 但现在防疫的需求 我们尽量还是别到会场去 我们要行使我们的股东权益 要投任何的票 我们就可以用 所谓的股东一票通 或是说我们刚刚讲的 用这个手机 两个 一个是吉保依存折 另外一个是你本来 券商下单的软体 每个人都有 那你就上去找 相关的一个下单专区 你就可以行使 你的这个电子投票权了 所以这个三个管道非常的方便 后疫情实在 谁是隐匿疫情 究责该负责任的那一方 我们看到中美究责 在相互甩锅 今天出现的大逆转 事从带我们来看到 居然美国在甩锅 甩到这个锅 甩回自己身上来了 没错 我一开始 要先唱一首蔡依林的歌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话都说不清楚 现在话都说不清楚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你看 庞贝奥前几天不是才说了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这个病毒来自武汉 结果这几天都改口了 美国政府无法确定病毒来自武汉 大家不是说 那你是在讲什么 对几次了 为什么我刚才会唱这个歌 你连话都说不清楚 大家都知道 两个是前后矛盾的一个状况 72小时前你还说的斩钉截铁 现在变成无法确定了 那为什么他会变成无法确定 主要是因为他底气不足 因为为什么 跟他赞同一边的人 没有人这样说 包括说什么 美国联席会议的主席卖力 他就说什么 证据显示病毒不是人造的 也不是被刻意释放出来 那不是跟蓬佩奥的说法不一样吗 那另外一个 目前美国正在进行一个 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人选的审查 这个赖特克里夫他说什么 我没有看过病毒来自武汉市场的 相关的证据 但是他说他会好好的来这个 追究这个来源属于什么地方 所以你看 因为他都没有这样说 所以蓬佩奥变成是说 他有点前后说不清楚 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被提名为总监的这个人 他后来居然讲出这一句 以后我上任之后 我会尽可能的提供公正客观的证据 这一巴掌又打在蓬佩奥手上了 对 没错 蓬佩奥被打脸之后 当然中国大陆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你们自己人说这样的话 好 所以你看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 华春莹就出来说了 这个蓬佩奥先生最近说了很多的话 他说他有大量的证据 大量的证据 就给我们看看对不对 他说美国都一直想要把这些锅 甩到中国大陆 他就说不要再演这个希腊 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他等于是狠狠的 回呛了这个蓬佩奥 好 那不只是华春莹捡到枪 这个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 他也捡到枪 他就说他用酸的 他就说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 所坐的位置很高 但是不意味着他的智商 或是情商就是很高 这个是不一定会成为正比的 所以你看言下之意 他在酸美国的那些高阶的领导人 跟这个华春莹这样开干 其实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态度 就责甩锅 讲的不是口水乱喷 讲的也何止证据而已 现在我们来看到美国 天天都有命案 都有人不幸死去 但这一条人命他太敏感了 没错 事实上为什么敏感 我们先给大家讲 事实上最近疫情过后 有几个东西大家一定要争夺 一个是疫苗 一个是解药 尤其是疫苗 疫苗的话中国大陆的 魏建委前一阵子才说 4月底的时候说 我们这个今年一定会有疫苗出现 5月3号的时候 川普就说 我们美国年底也会有疫苗出现 好 人家就问他说 万一疫苗领先的不是我们 是别的国家 他就说我会给他们脱帽致 但是言下之意 他还是希望美国能够生产出疫苗 好 所以他5月3号 这样表态的时候 在最近的时候 刚好就发生一个命案 被人家认为说就跟疫苗有关 这个人是谁 这个是刘斌 刘斌 我们看到他的长相 他当然你看得出来 他就是华裔人士 他其实是披兹堡大学的 一个医学研究所的 一个相关的人员 因为他在5月2号被在家中 被杀害 杀害的时候 军先生 他的杀害的时候 头颈还有身体 都有致命的枪伤 但是你就说那不就是一个 这个枪杀 那跟疫苗什么关系 主要就是因为他在 批兹堡大学研究之后 他过世没多久之后 批兹堡大学就发了一个文章 就调念他 就说我们这个目前 他在这个新冠肺炎 相关的研究中间 即将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特别是在疫苗领域 他因为他所主导的一个领域 主导的这个研究范围之内 目前这个批兹堡大学 他们有研发出一款 目前可能已经进入这个白老鼠的试验 如果只要美国FDA认可的话 就可以进入所谓的人体的试验 所以在疫苗上面的话 批兹堡大学是领先的 而且刘斌刚好也是这个 从事的人员之一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 你川普才说到这样的时候 那怎么他就被伤害 难道是有人要杀害他吗 有什么理由 让一个在研发疫苗这么重要的人 就用这样的方式行刑式的 要了他的命 他不想让他疫苗研发出来吗 对 现在有几种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说 他难道是掌握了美国的一些 相关的证据准备给中国大陆 那是中国大陆说法 美国的说法是说 他就是可能研发出来的一些证据里面 有指指到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所以中美双方都认为说人是在台 好 到底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最新的发展是 《环球时报》他现在就说了 人真的是在台 为什么 他就说早在去年7月的时候 美国维基尼亚州的一个退休的社区 叫做绿色春天 它这个地方就曾经爆发过 神秘的疫情 而且当初有54个人染疫 两个人死亡 而且这个症状都跟新冠肺炎 相当类似 因为当时是7月 7月照理说不可能会爆发这种肺炎 因为肺炎的流行 流感的流行大多都在秋冬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点 好 除了这个点非常奇异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 该社区距离所谓的德克里克堡的 这个生物实验区 就是我们曾经讲过了 美国的P4实验室 而且也被中国怀疑说 是这一次新冠肺炎病毒 可能流出来的这个地方 你看它距离大概一小时的车程 所以这些这样子 来来回回的证据都证明说 好像这个后面 这个中国大陆有掌握说 掌握到不少证据是说 这个其实人可能真的是你杀了 而且这个新冠肺炎 可能病毒来源是来自于美国 现在双方还是呈现一个 各说各话的一个局面 你就看到了 川普用力的甩锅 铁了心的甩锅 甩锅为什么 旧选情 11月要选举 问题是甩锅旧选情有用吗 目前是这样子 前一阵子的这个民调来说的话 川普其实落后拜登有一段差距 而且是被甩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信任区间之外 但是最新的民调 现在川普看起来更有底气了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从5月4号还有5月5号 进行了最新的民调显示说 他现在全美的选民里面来说 43%支持拜登 然后41%支持川普 虽然他们两个差距 只有约莫是两个percent 三个percent左右 就是说这个差距 跟一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他大幅拉近了 对 而且在信赖区间 这个照理说来说 就是有可能 我有随时可能翻盘 而且川普看到很多数据 他觉得我有可能赢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创造工作机会里面来说的话 45%的人认为川普可能比较会创造工作机会 比拜登的32%更高 另外一个领导美国抗议的时候 拜登有37% 这个川普37% 拜登35% 所以在目前美国人最关心的两项议题 我都赢这个北京拜登 所以他当然是显得相当有底气 好 你要知道 今天在4月份之前 川普是明确的差距落后在拜登 拜登是一路高歌猛进 没有想到5月被他咬尽了 换句话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用力甩锅了 是 没错 他这个其实他从现在 前一阵子到最近来说的话 他只有做一件事 把这个锅甩到中国大陆 死控中国大陆 人先一抬 他这样明天就上升 所以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继续甩 用力甩 当然继续这样甩 虽然他现在也看到一个明灯 好不容易在暗夜中看到一个明灯 好 那我们讲到其实 大家都很想知道说 年底的选举到底是拜登赢 还是川普会赢 这时候就有一个章鱼歌跳出来了 章鱼歌出现了 章鱼歌是什么 章鱼歌居然是在浙江省 中国浙江省的义乌市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个义乌市有什么相关 事实上必须这样讲 因为义乌我们知道 他是做很多小礼品 小灯饰 小灯饰 小灯泡 还有小旗子这些东西 你看一看 他们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在帮川普在 包括说印他的竞选海报 或是他的布条这些 你看他们在做的这个画面 还有这个美国的国企这个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变成是 美国选情的参考指标 因为过去就在四年前的选举的时候 川普跟这个 西拉雷 两个人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他们都把单下到这个地方来 也就是说我们要那种小 造势不是要小旗子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海报 全部都是义乌做的 所以他们当初人家就问说 你们义乌人觉得大概谁会赢 义乌人就很简单 反正只要是我们接到谁的订单多 那我们当然是看好谁 表示说他的很多支持者 或是说他的政治现金很高 那四年前的时候 你要问他说你们四年前是怎么样 他说我们四年前 义乌人大部分都觉得说川普会上 你们不知道 这美国人家一路西拉雷高歌猛进 对 结果你看 后来证明是什么 证明是他们对了 证明是义乌式的判断是正确 但他们就说很简单 因为我们看他四年前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订单说 明明这个没错 民调好像是义乌人领先 可是我们接到很多都是川普的单 川普的单很多 比这个义乌多很多 所以你要让他们觉得说 当然他们觉得说川普的后世看长 居然居然是川普当选了 好 结果人家这一次再去问 这个义乌的人 这一次是怎么样 他说我们现在接到的单 大部分都是来自川普的 拜登根本没有单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次 川普一定闻了 所以他们目前是这样看的一个状况 这是义乌指数 还有义乌这个章鱼哥 目前告诉我们的选情状况 所以从民调这个指标 从义乌这个指标 川普真的是笑得嘴巴一嘴 不但高歌猛进 他还加码再甩一次锅 没错 事实上他这几天到亚利桑那州 为什么到亚利桑那州 很简单 为了选情 因为亚利桑那州在过去 就是一个摇摆州 他在上一次好不容易赢了希拉蕊 所以他这一次出巡了之后 第一站就跑到亚利桑那州 但是没想到他去了之后 被人家骂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大家在那个地方 都戴着口罩 结果这个川普总统 居然没有戴着口罩 他戴着眼罩 他戴的是呼目镜 人家说你来这边你好歹也是 你来看一下 结果你知道 他在这个会议里面 在参观这个工厂里面来说 他说最有让人家记忆点的一句话 是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工厂 潘英威的这个工厂果然是很赞 生产的口罩什么 果然都是美国品质 最好你看他在这边叫 美国生产的最好这样子 结果他后来酸了一句 工厂不会生产那些 不能够用的口罩 就像从某些国家 寄出的口罩那样 你可以看到某些国家 他在酸什么 我们最近才讲到 中国道很多口罩工厂倒闭 所以你可以讲 他讲的就是中国道 所以你看 他连去亚利桑那州 去视察工厂的时候 他都很酸中国道 所以你就知道 他现在胜选的只有一招 我尽量把这个锅 甩到中国道去 而且证明说真的是跟 真的这个疫情是来自中国道的话 那我的选情 那当然就可以水涨船高 我们来看到美股 真的是雨过天青又一村吗 明明我们看到的数字 短短一个多月 失业人口破了3000万人 多可怕的数字 但这个图就告诉你 美股却是逆着走 市场看好了解封的前景 一片向好声中 这是NASDAQ 您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它居然已经光复了 今年年初的所有的失地 全部都收回来了 但是谁推升它前进呢 是尖牙股 是科技股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真相是什么 恐怕是一家烤肉万家香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美国零售业 对于美国GDP来讲 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三分之二靠这头马车在拉 我们就看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指标 在美国有112年历史的 精品百货公司倪曼百货 居然传出了申请破产保护 这家百货公司 在美国人心中 几乎是伴随他们成长的 它每一年在耶旦节前夕 都会端出所谓的Christmas book 这个在美国人心中多重要 它就是送礼的终极手册 它卖的东西 可是从10块钱 100块钱 甚至1000万的喷射机 2000万的潜水艇 都能够买得到 这样的一家百货公司 在美国人心中 这么有地位的保护公司 居然申请破产 这是其一 另外我们看到了 前美国第一夫人Michelle 她最爱的品牌之一 J.Crew 也传出了申请破产保护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看到 失业人口不断的攀高 然后我们看到 零售业也熄火 但是美股照样展给你看 多空 要怎么来看 其实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应该都会陷入一个多空脚战 到底我看股票好像一直涨 可是在实体经济面 怎么好像一直跌 然后破产了一大堆 所以其实我们要去把整个结构拆解开来 在整个消费的零售的过程当中 影响到的是什么 影响到的就是失业人口的不断攀升 等一下第二部分 我们会告诉大家 整个美国股市的结构会是怎么样走 好 我们就先来看 今天晚上要公布的数字 就是这个非农就业人口数跟失业率 那以目前的今天晚上预估的一个状况来说 预估失业率会来到14个百分点 到16个百分点这中间 那么非农就业人口会大幅度 超级大幅度的减少2400万人 那么就目前看起来 礼拜四所公布的这个 所谓的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 7个礼拜以来累计已经超过 3300万人失业的过程 它这样子的一个累计7个礼拜 是已经失业率达到什么 达到20% 达到20% 所以根据现在目前所有的 媒体的统计 包含像是民间的ADP的 包含像是在整个Nielsen的Survey 就是Nielsen的这个调查 或者是在Google的一些 相关的移动通讯的调查当中 失业人口是不断不断的增加 甚至有看到最严重的是来到了 目前现在在全美的失业人口 竟然高达了5400万人这么多 好 那当然就目前看起来 大家会比较期待的是说 美国在接下来重启经济之后 是不是这个失业率的状况 会稍微减轻一点点 我们就来看 这个是Molken Stanley的一个预估值 他们在整个失业率攀升之后 蓝色的这条线是原先的预估值 那么预估在5月中之后 它经济解封之后 会慢慢的回归了一些 所谓的经济活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目前为止 你所看到的失业率 会开始出现下滑的一个情况 所以中间值的预期 大概到明年年底 失业率大概会下降来到5% 可是以目前的整个经济状况来说 不容许我们有太过乐观的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 在熊市的这条红色的线当中 其实到了明年的第四季 失业率仍然会高达10%以上 那么既然失业率会一直高达10%以上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为止 美国的整个消费的力道 会大幅度的减缓 平均如果是10个百分点的话 你会去想 它会蒸发大概9.6兆美元的消费力道 那这9.6兆的消费力道对经济的影响力 就会非常非常的重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 美国在涨 可是倒霉的跟失业率有关的是什么 就会跟来自于人民的 偿付能力的风险 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企业破产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个是这个德意志银行 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 那红色的这条线叫做 贷款的拖欠率 也就是说还不出钱来的一个比率 那么蓝色的这条线跟失业率 是一样的 那过去这两条线 从1985年有这个指数调查以来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表现 可是我们现在近期看到什么 失业率已经攀升来到了20%了 第二季预估是15%的一个状况 以德意志银行去预估 那代表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个人 也就是在消费者的部分 他们在偿还贷款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不管是在房贷 不管是在卡债 还是在学贷 车贷 其实都会出现很大的风险 而这个将会影响到美国的金融体系 甚至我们再往下看 个人都失业原因是什么 因为企业都倒闭了 那失业率同样 是在蓝色的这条曲线 各位现在一样 失业率是预估 第二季应该是15% 按照德意志银行的预估 红色的这条线 就是过去的这个企业的 破产的状况的调查 同样是跟失业率 来到了一个正相关的一个比重 所以当大家已经先看到 失业率快速度喷出发展的同时 接下来代表我们要看到的 陆陆续续 会有更多的企业要申请破产 所以回应到刚刚我们一破题 所提到的 超过100年历史的 这个所谓的精品百货 都已经要申请破产 这个状况绝对不是因为 这一次的疫情所造成 这是一个长久累积 透过这一次的经济停摆 去把它引爆 这是过去累积下来的问题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累积下来的问题 从2015年就开始有端倪可循 好 那当然 在这个失业率的情况 这么高的一个过程当中 个人的消费所得支出 就会变成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如果你说你要看V型反转 或者是U型反转 也好你都要看什么 消费者的一个支出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个人的支出的 这个调查表 在红色的这条线的部分 就是个人的支出状况 绿色的这条线是个人的收入 我们刚刚讲收入 这个失业率已经快速度的攀升 代表收入是快速度的减少 可是在个人支出的减的 递减的一个幅度 其实这个幅度是已经大于 08、09年的金融海啸 甚至是1960年代以来 最恐怖的一个减幅 代表现在的美国人都是在 缩一结石以外 要乘以二 再乘以二 所以大家都不敢花钱 可是最近的FED公布的一个数字 大家会觉得好奇妙 既然他都没有不敢支出 那是不是拿去存钱 我们发现到公布出来 他的储蓄率是出现飙升 来到13个百分点 大家觉得美国人都是重消费 不储蓄的 为什么他的储蓄率会这么高 各位因为他是用来还债 只要他有收到政府的一些补贴 他不是拿去买食物 就是拿来还债 还什么债 不是卡债房贷 车贷就是学贷 所以在还贷款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看到是储蓄率的增加 因为大家有申请过房贷就知道 他会给你一个账户 让你每个月会固定的金额进去 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他也算在储蓄的行列当中 所以其实他会cover掉 大家市场上会误判 我觉得好像储蓄率升高 好像美国人接下来的消费力量 会不会有报复性的反弹 不会 因为他是拿来还债 好 那还什么债 最主要的是还 有循环利息的一个债务 就是说在信用卡的部分 大家会比较去偿还 只要没有信用卡的这个存在 美国人的消费力道就完全消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底图的部分 我放的是美国银行的一个状态 美国银行它的股价指数 相对反弹比较弱势 大家都已经反弹了 大家都已经反弹回来到这上面了 可是他还在趴在底部 在这边浮浮沉沉 所以其实在美国的银行体系 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存在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在整个美国的指数的部分 你看基本面这么差 然后企业一加一加的倒 为什么美国股市这么强 刚刚俊江哥有提到 在NASA指数的部分 已经收复失土 把所有今年的跌幅全部都收复 那指数呢 我跟各位讲 施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科技类股所占的全值 让整个事实的情况 没有办法反映 我们就把这五档个股叫做 FAAMG 就是脸书 亚马逊 苹果 微软跟Google 特别抓出来 跟其他的495档的 这个标普500的企业 去进行对比 你会发现 从今年以来 这五档股票涨了10% 这是统计到上个礼拜为止 涨了10% 其他的495间公司 竟然是下跌了13% 所以涨只有这几家在涨 而这几家占的全值是22% 所以它造成指数失增的 非常非常的厉害 好 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特别跟大家讲 现在的美国股市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我到底适不适合要进去做投资 不管是从巴菲特的指标 也就是说在GDP跟市值的比重 去做参考 或者是一般的本益比也好 虚乐指标 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现在的美国股市好贵 今天我再提供一个特别的指标 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 这个PEG指标 就代表是本益成长比 就是说本益比的进阶版 本益成长比 这个本益成长比要怎么看 大于1以上 大于1以上 基本上 基本上大于1以上 这个就是太贵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美国股市还是太贵 那就目前看起来 经济情况这么差 那我们应该要把 投资的焦点放在哪里 在目前通货膨胀快速度增加的同时 以美元计价的商品 它将会是长期的利多 包含像是黄金或者是大豆等等 请不吝点赞订阅